掌握及时资讯 开来看整点新闻 在改选中获胜 香港战中进入第53天 凌晨大约有200名的群众 前往立法会旁的出入口示威 更有30名的蒙面人 拿着铁栏杆冲撞立法会大门 而警方手拿盾牌和警棍 与示威者爆发冲突 警方两次喷洒胡椒水 把抗议群众隔离开 选址倒数 新北市长朱立伦也到现场 催票还派出了吸睛的 朱古力女孩短袖超短裤现身 但是首次败票 女孩们零嘴发的太努力 市长早就走得大老远了 还要总部人员提醒才跟上脚步 桃圆卫生局查获 陈康食品有限公司 以及真锅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涉嫌篡改有效食品日期 根据了解真锅将包装咖啡的 有效期限篡改 变成了未来食品 这样的违法行为已经长达两年 食品早就销往各大卖场 减餐店和汽车旅馆 又出现了黑心医疗器材 检调查出专门在贩售 检验器材的 泰化企业有限公司 涉嫌篡改癌症 检验试剂的有效期限 卖给三种的松山分院 恐怕会延误病患就医 而初不了解影响范围 包括了胰脏癌 肝癌 肾护腺癌等检验试剂 有没有流向其他医院 卫生单位也在持续调查 越来越难看到市区 有公园绿地了 新北市卢州因为捷运 卢州县开通 地价年年上涨 在多次协调之下 新北市终于以公共建设 用地基金开辟了卢州公园 2.24亿的总工程费 就花了2.2亿取得用地 把荒地蜕变成公园绿地 让居民多了休闲好去处 今年的金马后座竞争激烈 入围者各个来势汹汹 一字排开全部都是影后级的演员 而其中贵轮美已经是连续三届入围 顶着威尼斯引后荣耀的巩力 则是首次问顶金马 演技非常有分量 而赵薇更是扭转形象 挑战演出农村妇女 也是被看好 来到超商光是外面用餐的桌上 就停满了一堆苍蝇 如果放上蛋糕 更不用说立刻引来不少苍蝇 这些不打紧就有民众今年10月份 在这家超商里的茶叶蛋上 拍下这张苍蝇大军的照片 让人看了胃口全香 而苍蝇几乎快要比要卖的茶叶蛋还要多 这画面真的好吓人 有人觉得不卫生实在太恶心了 超商公关表示有加强消毒 但实在是位在屏东长治的这家超商位储乡下 旁边都是农地 蚊子苍蝇本来就比都市多 附近农地堆肥也可能引来苍蝇 店家已经加强防营 在角落放了补银板 上头满满的苍蝇 看起来有多吓人 全力防苍蝇这还不够 超商更增加双层门来防止苍蝇进入 每半个月也都加强消毒 回到超商业者改善 想办法将苍蝇杜绝在外 也已经在茶叶蛋上加装盖子 6 7 8